上个视频里说了 复杂数式问题 经常需要结合两个乘法算式分析 这次咱们接着看这样的问题 比如这个 加法的部分看上去很好填 先从这里下手 谁加8还得8 那肯定是0 1加2就得3 那这里就是7了 最后还是把它拆开看看 这两个乘法算式的成绩有什么关系吗 哎 71的7倍 28也是4的7倍 看来728是104的7倍 想一想 第一个乘数是一样的 成绩是7倍 那另一个乘数肯定也是7倍关系 那就肯定是1和7了 这样第一个乘数就是104 这边和它一样 也是104 把它们填回原来的算式就行了 像这样 两个小乘法的成绩有倍数关系 就能推出乘数间的倍数关系 这就是利用书史密中的倍数解题的方法 是不是很方便呀 做练习时 有些倍数关系可能不这么明显 你可得仔细观察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